晚清时期,烈性传染病霍乱传入中国,在江南一带引起大爆发。 王孟英的妻子也在这场瘟疫中不幸丧生。 王孟英痛心疾首,刻苦研究霍乱。 那么,王孟英是否能够战胜霍乱这个恶魔呢? 请继续关注中医学博士罗大中先生,特别奉献,大国一职。 王孟英第三集,栗战霍乱。 王孟英第二集,栗战霍乱。 王孟英给周光远治好瘟疾之后,周光远做出一个决定。 他辞去雾州延雾总管的肥差 全家搬到了杭州 以便有病史方便求人 周光远真是由远见之明 几年之后周光远染上了霍乱 当时丸京政府腐败无能 世界上的猎侠在入侵中国的同时 把猎性传染病霍乱也带到了中国 并在江南一带引起了大爆发 霍乱传染性强死亡率高 吞噬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 就连王孟英的妻子 也在这场瘟疫中不幸丧生 那么周光远这次是否还能够幸免于难呢 王孟英是怎样与霍乱抗争的 他能否战胜霍乱这个恶魔呢 请继续关注中医学博士罗大中先生 特别奉献大国一职 王孟英第三集 栗战霍乱 上一集我们讲到 周光远把自己的家 从雾州搬到了杭州 他要跟王孟英住在一起 就在若干年后的一天晚上 周光远突然开始上吐下泻 同时腿部抽筋 于是赶快让人去把王孟英给请来了 王孟英一听周光远病了也是非常的着急 赶快来到周光远家 一进门一看周光远这个样子 王孟英就知道这事不好 因为他模样都变了 然后一诊断 王孟英说 不好 这个病叫霍乱转金 什么是霍乱转金 这个病就是霍乱 这个病通常爆发起来 非常迅速 有的患者可能都不给医生留下治疗的时间 就导致死亡了 现代医学采用补充体液 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方法 已经把死亡率降得很低了 但是在世界上某些地区 这个病依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 王孟英为什么会管这个病叫霍乱转金 原来霍乱这词中国早就有 《皇帝内经》里边《伤寒论》里边都有这个词 但是他指的可不是烈性传染病 他指的是上吐下泄 只要叫上吐下泄 都可以化到这个病里边 具体到现在我们可以相对应的来说是 急性胃肠炎 细菌性食物中毒 古代都叫霍乱 取挥霍缭乱之意 到了晚清的时候 这个烈性传染病 霍乱才传入 古人不认识 就说这个病上吐下泄 这跟古代那个霍乱很相似 于是把霍乱那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直接扣到这个烈性传染病的头上了 所以这名字一直叫到今天 我们现在已经忘了 霍乱那词在古代 那可是指的吃坏的东西上吐下泄 都叫霍乱 您以后看古书不能是 一看到古代写霍乱 这就是那烈性传染病霍乱 不是 两回事 现在我们中医管这烈性传染病的霍乱 叫真霍乱 王孟英就发现这里边有不同 他说奇怪 他说这次出现的 跟古代上吐下泄有点不同 为什么 他说这次的患者都抽筋 所以他给起个名字 就叫霍乱 转经 我们为了方便起见 在下边的故事里 我们就直接管这病 叫霍乱 霍乱是一种传染性强 死亡率高的烈性传染病 在霍乱大爆发的地区 甚至曾造成过整个村庄的毁灭 那么周光源是怎么传染上霍乱的呢 那么大家一定奇怪 说这个周光源 他怎么这么倒霉呀 上一集他患的是虐经 这一集 这个霍乱他怎么又赶上了呢 其实 这个事 大家不能怪周光源 应该看到 周光源患的这个霍乱 它是有着世界范围的背景的 霍乱这个病 现在世界医学界呢 基本公认 它的起源地 是在南亚次大陆 就在公元的1817年 在印度的加尔哥达府地 就爆发了一次霍乱大流行 从那以后啊 世界范围内霍乱一共爆发过7次 其中前6次就跟 印度这次爆发的 它的菌株是一样的 我们管它叫古典生物型菌株 这次印度爆发的这个霍乱疫情 非常的惨烈 是死亡无数啊 然后这个疫情顺着两路传入中国 一路从陆路传到了云南等地 但是这次爆发的范围不是很大 另一路是从海陆 船入了东南的沿海 是通过商船带过来的 当时的东南沿海 海运也是非常的发达 有文献说 在鸦片战争前期 上海港的吞吐量就达到了300万吨 包括核运和海运 海港里是商船林立 很多外国商船都来了 所以给这个后乱的爆发 造成了可乘之机 那么大家一定会有个疑问 为什么云南那一路 没有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而东南沿海这个爆发的这么严重呢 这要从当时江南的卫生状况谈起 现在我们上江南去 那是非常的漂亮 风景如画 但是在晚清的时候 江南绝对不是这样的 几个字概括呢 就是脏乱差 当时清朝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去照顾老百姓的生活了 所以江南的卫生条件非常不好 大量的居民拥入城市 拥入到苏州啊 上海 杭州等地 没有房子住 他们就自己盖窝棚 结果居住条件是非常的差 垃圾成堆 文营成群 然后江南呢 还有一个最致命的漏袭 是什么呢 因为那边水箱 河道密布 他们呢 取水很方便 他们就不打井了 没有打井的习惯 喝的水 做饭的水 就上河里边去去 但是大家可要记住了 他们涮的马桶啊 也是在河里边涮 这样就给祸乱造成了可乘之急 祸乱患者的粪便里 通常带有大量的祸乱乎菌 它会污染水源 会污染食物 同时呢 日常的接触 还有苍蝇等昆虫 也会起到传播的作用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寒蓝物 丸京时期 清政府腐败无能 世界上的猎强 在入侵中国的同时 把祸乱病菌也带到了中国 原来美丽的江南 一时间成了瘟疫横行的人间地狱 就连王孟英的妻子 其实啊 做医生这个职业 风险是非常大的 尤其在那个年代 医生的保护措施呢 不完善 它是直接暴露在感染源中的 我分析这位徐氏夫人 受王孟英的连累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徐氏夫人呢 身体一向非常好 这天晚上 王孟英在灯下 教堪古代医书 徐氏夫人在边上 就陪着他做针线活 等到半夜的时候 他开始卸了两次肚子 当时大家都没注意 早晨起来呢 王孟英梳头 他帮着王孟英梳头 清代的人呢 都留着那个发面 需要梳头 梳头的时候 徐氏夫人又卸了一次肚子 王孟英 这时候觉得不好了 他说奇怪啊 你怎么半天卸了三次了 他说我给你整一整脉吧 他就给徐氏夫人整脉 这一整脉 王孟英的脑袋里嗡一下 为什么 因为脉相非常的不好 脉气质而细处不耐暗 就是这个脉啊 跳得非常快 然后非常的虚弱 可是徐氏夫人她说 我身体没有什么感觉啊 我自己觉得挺好啊 王孟英啊 没敢告诉他 说这病情有多重 他就说你上床休息去吧 然后他把这个情况和自己的母亲就说了 他母亲呢 没在意 就说不至于吧 你别太担心了 胆子太小了 没事 王孟英呢 也怀疑 他说是不是我自己诊断错了 可是转念一想 不行 还是安全点吧 他就写了封信 给他妻子的哥哥 让他赶快来 同时 他又找人出去 请了另外一位医生 一起来诊断一下 看他到底危险不危险 就在这个时候 徐氏夫人饿了 就下了一碗山东挂面 这碗挂面煮好以后 刚往嘴里边一吃 哗的医生就吐出来了 王孟英意识到不好 这时候另外一个医生也赶到了 两个人就一起诊脉 一致认定 这个时候病可就重了 然后呢 两人赶快决定 煎一碗人参汤给他喝下去吧 这碗人参汤煎好了 再给徐氏夫人喝 徐氏夫人可就 什么都喝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啊 徐氏抬起头来 望着自己的丈夫王孟英 他突然知道 自己患的是什么病了 因为他天天看王孟英出去 给霍乱患者治病了 他明白了 于是他向王孟英提了一个最后的要求 他说 我们现在还有强保中的小孩子 他说 让我最后一次给这个小孩喂一下奶吧 等小孩抱过来了 他喂完了奶 徐氏夫人的乳房就瘪了下去 王孟英一看 心里边就彻底的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医认为 乳房是足阳明胃经所思 如果在哺乳期的妇女 患病期间 乳房突然瘪下去 这说明胃气已经十分的衰弱了 我们中医治病是这样 认为有胃气则生 无胃气 那这病是非常不好治的 结果没多大会儿功夫 这位徐氏夫人就突然去世了 徐氏夫人的去世 给王孟英的打击非常大 从此 他开始刻意的研究这个祸乱病 其实这祸乱胡君 大家不要想到太可怕了 他实际非常脆弱 在正常人的胃里边 他只能存活四分钟 就会被胃酸给杀死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大家会喝大量的水 口渴 然后导致胃酸的稀释 这就给祸乱胡君的繁殖 造成了可乘之机 比如王孟英那个时候 就曾经流传 说吃西瓜会导致祸乱 有的文献说是 吃西瓜者既死 故西瓜见慎 就那个年头 大家纷纷传说 谁吃西瓜 谁就可能得祸乱 西瓜价钱非常的便宜 见慎了 这非常的便宜 大家都不敢吃 实际上一方面 西瓜会造成胃酸的稀释 另一方面 西瓜切开以后 有可能被苍蝇 造成污染 其实吃西瓜本身并没有问题 王孟英就曾经治疗过 一个这样的患者 这是一个小伙子 长得非常胖 家庭生活很好 中午的时候 吃的是酒肉 吃完了酒肉 你想他那么胖 夏天非常热 他感觉更热了 于是就把凉席铺到了地砖上 然后在凉席上睡午觉 午觉睡得估计也没睡好 还是热 起来以后 就饱淡西瓜 饱淡两个字 说明他没少吃 肚子吃得很圆 吃了很多西瓜 当时是舒服了 等到傍晚的时候 就开始不对了 他就感觉头重 然后身上怕冷 到半夜的时候 开始上吐下泻 四肢抽筋 挨到天明的时候 实在挺不住了 赶快去把王孟英就给请来了 王孟英来了 一摸脉 这个人的脉搏 微弱的 几乎要消失了 王孟英说 这是什么症 这又是一个阳气 要脱了的症 阳气要消失了 怎么办 王孟英说 这时候赶快 要补足这个人的阳气 于是开了一个方子 叫江水散 什么是江水散 这个方子里的主要成分 是干姜 福子 等温热的药 那么什么是江水呢 这个江水 就是用熟米酿制的一种汁液 那么什么是熟米呢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高粱米 这个高粱米 过去北方人是经常吃 但是现在大家不吃了 因为现在人认为那是粗粮 我们喜欢吃细粮 可是我们中医认为 这个高粱米可是好东西 王孟英是个食疗大家 他非常清楚 什么食物对人有什么养生的作用 他说这个高粱米具有调和脾胃的作用 他具体的功能是干粮清味 补气羊皮 那么这个江水散 服用下去 效果怎么样了 这个小伙子 文献记载是 投笔记菜 就是说这药投下去 这人就开始恢复了 然后很快 这个后乱就被治好了 其实啊 吃西瓜没问题 但关键是不能过时 我们是用后乱这个病来说这个事 现在啊 我们夏天的时候呢 很多人喜欢喝冷饮 我们中医啊 不主张在夏天大热的天的时候 喝这种冰凉的饮料 为什么呢 因为夏天呢 您毛孔开脏 您突然进眼这种大量的冰凉的饮料 会造成局部的寒凉 这会伤脾胃的阳气 导致脾胃的功能低下 这不仅仅是祸乱 胡菌会入侵 其他各种致病细菌呢 都会入侵 所以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 要从这做起 那我们古代中医 讲究怎么来调理这个事呢 我们传统认为啊 夏天的时候要喝温热的绿茶 您说这不是热上加热吗 其实不是 喝温热的绿茶以后呢 出一身汗 然后呢 其实更凉快 有人做过分组对照 一组人喝是冰镇的饮料 一组人喝温热的绿茶 结果两者体温同样下降 可是喝温热的绿茶这一组 体温下降的时间 持续时间更长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中医治病讲究以预防为主 虽然霍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烈性传染病 但只要我们讲究合理饮食 搞好环境卫生 是完全可以防止霍乱传播的 但是在晚清时期 由于环境条件差 人们又缺乏卫生常识 所以引起了霍乱的大爆发 那么王孟英 那么 面对着周光源 这么重的霍乱 王孟英会怎么治疗呢 王孟英给周光源一阵脉 他的眉头就皱起来了 他知道这是一个可以瞬间夺人性命的疾病 周光源一看王孟英眉头皱起来 他就害怕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没看见过王孟英这样 王孟英以前治病是什么样 非常潇洒 那是弹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很轻松的就可以把病治好 这个时候皱起眉头来了 周光源就害怕 问他 我这个病还能治吧 王孟英说 他说你这个人的体质 就是一个阳气不足 你上吐下泻 使得阳气损失的更加严重 然后你自己又雪上加霜给浮了点青鳞丸 这个苦寒的要下去 阳气更少了 他说我现在只要补足你的阳气 应该还有机会 然后他就问周光源的母亲 他说你们家有没有现成的人生 还好周光源平时很注意养生 家里还真有人参 于是王孟英就把这个人参 赶快煎成浓汤 给周光源喝下去了 这叫什么 这在中医里叫独参汤 这个方子就一味人参 专门是就气虚危症的 王孟英用这个方子 是在给自己争取时间 喝了这个汤 然后王孟英又开了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的组成成分是这样的 人参白猪 福灵 白勺 福子 肉桂 干姜 白匾豆 木瓜 一人 莲子肉 如果不懂中医 您看这方子一定会晕 这什么呢 这一串都是治什么呢 可是如果您懂得中医 再看这个方子 那是奇妙无穷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方子里边 就包含了几个方子的样子 首先是 福灵 白勺 白猪 福子和姜 这几位药叫真五汤 这个真五汤呢 是张仲锦的 是张仲锦的《商寒论》里边的方子 专门治疗 这个人呢 因为阳虚导致的水丝泛滥 取北方真五大地 震水之名 这个方子有点 名字有点道家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呢 人参 干姜 白猪 如果加上枝干草 就是李中汤 这个方子呢 也是张仲锦的《商寒论》里的方子 用来治疗 脾羊 虚弱 导致的上吐 下泻 腐痛等症 然后这个方子里的人参 白猪 茯苓 白匾豆 义以仁 莲子肉 如果再加上山药和芡食 就是一个名方 叫做八真高 这个八真高啊 说起它来来历很大 它是明朝的御医 陈石宫给皇子们开的 专门治疗 因为饮食不及而导致的脾胃虚弱 后来清朝的时候 这些御医们 把这方子仔细观察了以后 说这方子治疗这个症 是百发百中 称它为医中正道 就给乾隆皇帝献上去了 乾隆皇帝呢 从乾隆四十一年开始吃 在他生命中有些阶段 他几乎是天天吃 有的时候这个方子没了 他就马上告诉太监 他说赶快去做 怎么没了 乾隆活到八十九岁 成为那么多皇帝里边 年龄最大的一个 寿命最长的一个 跟这个方子有一定关系 那么这个方子 开完以后呢 周光远浮下去 效果怎么样了 周光远很快就觉得四肢合唱了 非常温暖 文献说是 中济济各症皆检 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王蒙英再一来 周光远呢 这脉搏就起来了 有力气了 然后感觉身上非常舒服 这个病一共调理了十多天 他就开始恢复了 就好了 这下周光远对王蒙英啊 那是非常的感激 您想啊 一个人如果救您一次命 您还可以说谢谢 救您两次命 您再说谢谢 这个分量就有点不足了 等到第三次救您命的时候 您简直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周光远此时就是这个心理 他想啊 我这下半辈子 我就要跟王蒙英在一起住了 一定仅仅跟着他 后来呢 王蒙英治疗了很多霍乱患者 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霍乱论 这本书写完以后啊 收录了周光远的这个一案 然后呢 周光远在这个一案后边 他自己还写了一段话 他的原话是 与此番之病微同遭露 若非半痴恐不能救 什么意思 他就说啊 偷我这次得到这个病啊 太重了 危险的 就跟早晨那个露珠一样 太阳一晒 恐怕就要消失的 如果不是王蒙英的话 他管王蒙英叫半痴 他说如果不是王蒙英 那我这次这病 恐怕就不能好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蓝 王蒙英以中医扶正驱邪的方法 终于再次挽救了周光远的性命 在那次露乱大流行期间 王蒙英每天起早贪黑 在露乱的魔掌之下 挽救了一个又一个宝贵的生命 那么王蒙英 这个露乱会怎么治疗呢 我们下边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一位姓七的老太太 这位从小就在一个叫黄莲泉的人家里边 帮工 帮了一辈子 从小时候就开始帮 就是这一年 他就患了露乱 晚上突然开始上吐下泄 然后抽筋 这位黄莲泉心地非常好 他一想 这老太太在我们家干了一辈子了 都没出事 不能让人在这个年纪上出事 于是他就赶快说 谁治这个病拿手 我们赶快请明医 这下边人赶快就把王蒙英给请来了 王蒙英来了一看 说这个老太太 这可不是阳气要脱了的症 这是什么症呢 这个正是鼠热为患 他体内是有热 所以不能不痒了 王蒙英开了个方子 叫蚕屎汤 这个蚕屎汤 是王蒙英专门为这个霍乱 创的方子 这个方子现在被收录到 中医院校的方济学教材中 那么什么是蚕屎呢 就是桑叶上吐司的那个蚕宝宝 它的粪便 大家想了昆虫的粪便多脏啊 能用吗 其实啊 这个蚕 它吃的是桑叶 桑叶中医认为它就有清热的作用 然后呢 在经过蚕的消化 中医认为它就有生清降灼的功能 这个蚕屎汤下去以后 这位老太太很快就开始恢复了 两副药吐泻就开始停了 然后身体就精神了 这个时候啊 王蒙英就回去了 可是这病就没有那么顺利的治好 在第三天的时候 这个老太太突然感觉没劲 没劲到什么程度呢 在床上啊 想翻身都不容易 这样 黄连泉又吓坏了 他说这病事不由重了 赶快我们再请医生吧 于是 他呢 就没想再费那么远的劲 去那么远 把王莽英请来 他就就近 找了一个姓朱的医生 这个朱医生来了以后 一看 他说这个人都没劲了 没有力气 这是一个阳虚之证啊 他说这个应该补扬 于是就开了一个福子李中汤的方子 这是补扬的 黄连泉呢 就把这个方子煎好了 端来了 刚要给这个老太太吃 这时候他们家有一朋友 叫王安博 正好在场 这王安博 勤于思考啊 他这边上就说 他说 且慢 你先别给他敷 我觉得这事有点问题 这方子有点 这方子有点不对劲 他说 若为寒症 则前日之药 下烟击毙 吐血 安能 见止乎 什么意思 他说 如果这个老太太 是个寒症的话 前边王梦英 开的那个方子 那可是个寒凉的方子 这么重的病 这寒凉方子 一下去 这个人马上就应该 不行了 他那个吐血 怎么能慢慢的停止了呢 他说 这事啊 我觉得有点不对 你仔细想一想 这黄连泉呢 端着这碗药 在这想了半想 突然 哎 一拍大腿 他说 我险心 酿成大错啊 太悬了 您说的可能真对 他说 我们呢 也别险远了 我们赶快 还是把王梦英给请来 就这样 把王梦英又请来了 王梦英来了 一阵脉 王梦英也倒吸口凉气 他说 这个病 不是寒症啊 他说 虽然这老太太 元气有点虚 但是 还是鼠热 没清干净 这个时候 如果把这个福子李中汤 给他下去了 这个人就没法救了 好险啊 这时候旁边就有人 奇怪了 他说 您啊 治周光远啊 都是用的那个温热的药啊 您这时候怎么又要用寒凉的药了呢 王梦英说了句话 他说 举世一旦知 霍乱 转经是危险之病 从无一人能知 此政有阴阳之义 至乏有寒热之书 而一政其得失者 他说啊 世界上人呢 都知道这个霍乱 难治 但是 从来大家都没有深究 说这霍乱呢 是能够导致寒症和热症 寒症和热症都有的一个病 也没有人提出来纠正那个错误 王梦英为什么会说这番话呢 难道中医对这个后乱认识 是真不足吗 中医和西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中医治的是得病的人 西医治的是人得的病 所以 西药主要是消灭病菌病毒 而中医 则主要是根据病人出现的症状用药 调整人体自身抵抗疾病的能力 但霍乱这个烈性传染病 所表现出的症状十分复杂 而且瞬息万变 难以掌控 那么 王梦英治疗霍乱的经验是什么呢 原来啊 这个霍乱大量出现的时间 就是在晚清的时候 当时的医家对这个烈性传染病 认识不足 他们呢 一直在想 说这个病到底应该是个寒症 还是个热症呢 是个寒邪还是个热邪呢 他们总想把这个病归入寒或者热 某一类中去 结果导致很多医生 我用寒药的 我就用寒药 我用热药的 我就用热药 这样就会出现一些错误 王梦英认为 说大家别这么叫条 他说你别非把这个病啊 分到寒邪和热邪里边去 你只要看这个病 在人身体上 他导致什么样的症 他出现热症 我们就用寒凉的药来治疗 他出现寒症 我们就用这温热的药来治疗 这叫什么 这叫中医里边的另一个重要原则 是什么呢 叫辩证失智 明白这个道理 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中医啊 是根据人身上的症候 来治病的 同样一个病 出现在不同人身上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感冒 两个人一起得感冒了 但是他们的症候未必相同 可能一个人是寒 一个人是热 我们要辩证失智 同样一个人化了感冒 昨天和今天 有可能又不同 昨天是寒 今天有可能入里化热了 我们用药也要不同 这就是辩证失智 汪孟英他说 不要管祸乱 到底是寒血还是热血 我们一定要辩证失智 于是他就又开了一个 清热的方子 结果这个老太太 服了六天以后 就能起床了 身上就舒服了 这个病一共调养了 一个月左右 因为老太太元气比较虚 身体老太太就痊愈了 黄连泉乐坏了 这个议案也被收录到 霍乱论中了 收录这个议案的时候 周光远他的病已经好了 周光远看到这议案 非常高兴 他说你把这拿来拿来 王某英问他您干嘛 我给你天机笔 他就在这议案后边 写上了自己的感慨 他说 是正以半痴之学问 连泉之厚德 安博之见识 三美相继 死能起究死于一生 是知只死方治活病 是扑壁如草芥 读此能无窥死焉 这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个病 这老太太太太有福气了 这个病如果没有 王梦英那么有学问 如果没有黄连泉那么 心地厚道 对仆人那么好 如果没有那位 王安博这个人 勤于思考 发现问题 这三个条件 如果缺一法 一个条件 他说这个病 都没法治 他说世界上那些 拿着一个方子 去对所有的病 还有那些 对待自己的仆人 不当人的 他说你们看看这个议案 你们能不忏愧死吗 周光远也是性情中人 说的比较生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场发生在杭州的祸乱 慢慢的就被扑灭了 就在这个时候 在王梦英给一个患者 看病的过程中 他和其他医生 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那么这个冲突是因何而起呢 王梦英为什么会对这次冲突 耿耿于怀呢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 王梦英一生行医 就任不数 很多久治不遇的患者 只要一吃王梦英的房子 马上就要到病处 但是当他出人看病时 经常会和别的医生 发生争执 那么王梦英为什么 总和别的医生 发生争执呢 他开的药方 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请继续关注 中医学博士